应征高座海军工厂少年功回忆 落单的少年功 吴长通驻 吴长鹏教授旭 男儿立志出相关 志不达成 事不还 买骨何须 丧子弟 人间到处有青山 本书作者吴长通 当年离开台湾故乡 为了赚钱减轻家中负担 只身前往日本 前后约两年 但这两年对他来说 却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录 吴长通在这两年里 历经无数次生死关卡 每回匹疾太来 他都感谢上天 给他重生机会 他盼望有朝一日 依锦还乡 这本书的时代背景 是世界二次大战 对于一个才刚国校毕业的少年 要能鼓起勇气 远渡重阳 离开亲人 这是多大的考验 吴长通是长我三岁的堂哥 从小我俩就是一起穿开裆裤的好兄弟 同在三合院一起玩耍的好玩伴 我俩当年顽皮 意见多 但是功课都好 打打闹闹 感情却好 我还记得当年送堂哥离家去日本时 我含泪送别 心想 不知道这一送 会不会是最后一别 因为那时正逢二次大战期间 谁能预测未来遭遇 堂哥这两年 在日本的际遇 也是颠簸苍凉 还没到日本 就因水土不服 在南台湾流至 孤零寂寞 人到了日本 当海军少年功 不但得看日本人脸色 还得应付 仗势日本人 盈威的台湾人 堂哥每回受到欺凌 只能与其他友伴相濡以沫 当年他才十三四岁 看现在的青少年 像他这样年纪 应该还有父母 羽翼的保护 而堂哥 这时已经置身在外 甚至寄钱回家 帮助家计 堂哥书中提及 家书抵万斤 但是伯父伯母 不是字 唯一他收购的家书 只是明信片一张 想象当年通讯不发达 一人孤单在外 这张家书 对一乡有子 是多大的精神慰藉 这本书 这本书以二次大战 1944年到1946年为经 以堂哥在日本遭遇故事 为尾 经纬交错间 描绘了当年大时代下 少年在外的努力故事 读者在阅读之余 也可以想象当年的时空下 一乡有子的奋斗故事 与堂哥相伴 相知一辈子 知道堂哥要出书 我自然义无反顾 为他介绍 承蒙堂哥青睐 我铁为作序 其实 堂哥在日本回台后 复学 开工厂 投资事业 当董事长 其历经过程 他所付出的心血 即奋斗时 精彩度 不下于这本书的内容 也希望读者 在看完这本书后 有所体悟 感动 甚至能见贤思奇 那么这一年来 堂哥为这本书 日夜振笔集书的辛苦 也就值得了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视觉艺术研究所教授 吴长鹏 谨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